Hello大家好,我是Elaine,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所有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Pujot 408将在4月份发布本地版本 预计售价为马币16万起 将搭载1.6升的涡轮引擎 同时拥有丰富Adaq先进安全系统 随着Stelandisk宣布接管本地的Pujot的业务 最近我们采访原厂高层时 他们就确认新一代的Pujot 408 将在2024年的第二季度正式在我国发表 另外这款车内装很好的延续了原厂的iCopit座舱设计理念 只是随着进一步的优化和简洁化 让它看起来的质感相当出色 而且得益于它长达2787mm的轴距 因此预计空间的表现也不会很差 至于引擎方面 马来西亚版本已经确定会搭载第二代的THP引擎 排气量为1.6升 这个引擎数据已经媲美了2升的低功率涡轮增压引擎 相信整体的动力表现会很不错 而且因为Stelandisk集团电气化的步伐 未来新车应该会增加PHEV的动力配置 大家会考虑入手这款车吗? 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 第二则新闻 下期指出Perdua D66B SUV将在来临的4月份正式在我国发表 新车定位为B-Segment SUV 同时配备将会非常丰富 拥有完整Adaq及支援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新车的预计售价在73,000码比起 根据Cananda Research分析区在1月份分析报告中指出 代号为Perdua D66B的全新SUV车型 预计将在来临的4月份正式发布 加上早在去年的11月份 原厂就已经停产了Arus来为这款新车让出生产线 因此相信新车发布时间落在4月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 相信大家对于这款开发代号为D66B的新车 应该都有所了解了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预计为4320mm x 1770mm x 1685mm 定位在B-Segment SUV 可以看出它比Adiwa大了不少 而且在一些便利配置上面 D66B也会应有尽有 例如电子手刹车 Reverse Camera 360镜头等等 另外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也会出现在这款车上面 但是暂时就还不知道是属于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还是只有顶级版本才会拥有 至于引擎部分 相信它应该会继续采用1.5升的Dual VVTi自然进气引擎 和DCVT变速箱 最大马力为106hp 峰值扭力为138Nm 至于混合动力引擎则可能是Toyota版本专属 另外早前就有下期指 原厂已经在做这一些这款车上市前的筹备工作 相信新车很快就会和我们见面了 如果你近期有想要入手一辆新车的话 你可以期待一下它的到来哦 第三则新闻 Broton高层表示首款电动车将在2025年正式发布 获为Gili Panda Mini 早前在一项活动上面 Broton的高层表示原厂首款电动车会在2025年正式发布 加上之前原厂曾经在本地展示Gili Panda Mini 所以预计这款车就是原厂首款电动车 另外因为其定位的关系可能会成为本地最便宜的电动车 在早前Broton就举办了一场市场调研 在调研中他们向少数的与会者展示了一款未来会引进本地的电动车 这款车就是Gili Panda Mini 它是一款小型电动车 车身尺码为3065层 1522层1610mm 轴距为2015mm 是一款专门为市区驾驶打造的车款 虽然这款车是小型电动车 但是它的配备相当丰富 它拥有远程控制APP 大尺码的数位画仪表及触屏主机 后座座椅收折后有800L的空间 双气囊 ABS EVD 不过就没有ESC啦 你没有听错 它没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ESC 那这款车在中国有着120km 以及200km 两种电池容量可以选择 而在充电的部分 它支援22kW的ESC快充 在常温25度下 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30%到80%的充电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家里的一般插座 为这款车充电 只是完全充电时间为8个小时半 那么各位觉得这款车的价位怎么样呢 会不会是大家的薪水车呢 最后一则新闻 2023年Delta Highlast在大马售出超过27000辆 连续19年成为我国最好卖的皮卡 霸主地位 无人可挡 根据MAA大马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 去年德大一共在我国售出了27447辆Highlast 这款车在大马的皮卡车型中 有着高达47.1%的市占率 并且这也是Highlast从2005年开始 连续19年成为我国最畅销的皮卡车款 再度续写了它的辉煌成绩 而且全靠它的畅销 帮助丰田已售出10万06206辆新车的成绩 成为我国最畅销的非国产车品牌 那这款车畅销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越野和载重能力 而且比起罗里有着更好的舒适性和灵活性 加上因为保有量大带动了相关零件的需求 因此零件的价格也会相对的便宜 并且也更容易获取 这就帮助它吸引了很多园主和农业工作者 最后不得不说Highlast在我国的地位真的很牢固 不知道这款车有没有可能在今年达成连续20年 成为大马最畅销皮卡 达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来者的记录呢 我是Elaine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最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